在泰根湖的西岸 有个供人采水的地方 红叔和红婶就生活在附近的小镇里 红叔曾经从事过需要长期战力劳动的厨师工作 腿部患有静脉曲张的问题 所以会经常被红婶赶到湖边来采水 采水疗法在德国很普遍 这是欧洲水疗之父 以身试水总结摸索出的一套康健方法 他可是德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1821年 他出生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 他28岁时 患了当时被判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 医生都放弃了对他的志愿 但他突发奇想 在寒冷的冬季 跳进莱茵河里泡冷水域 谁也没有想到 不久他将奇迹般的康复 从此他开始了对水疗的研究和尝试 后来德国爆发了祸乱 他要利用他摸索出的水疗法 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从此他开始名声打造 采水疗法就是水疗中的遗像 在德国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水疗中的水温 保持在大约四度的温度 池中心有个扶手 人们扶着扶手 一只脚在水中 一只脚在水面上 学鲜鹤走路的样式 胶贴前行 据说这种冷热胶贴 有助于刺激 促进血液水 并强健血管弹性 对治疗静脉曲张 和缓解腿脚酸长肿痛 还是很有疗效的 傍晚采水还有助于睡眠 不过采水疗法 对有尿道感染 膀胱炎及肾功能不好 动脉循环有障碍 和下半身有感染者 是不适合的 湖边的水温 虽然没有室度那么凉 但由于在一个山泉水的入口处 湖水也比其他的地方凉了许多 海水一次要持续30秒以上 感觉到脚扔得已经受不了了 被冷水测击过的双脚 有点麻热的感觉 好像有小虫在爬 或像小针在刺 上岸后 可以用手帮助按摩 也可以踩十字路 继续帮助刺激循环 但每次红婶都替红书选择走十字路 双脚踩在坚异不齐的十字路 红书的感觉 痛 并幸福 看红书踩完后幸福快乐的样子 每次踩水后 红书都会感觉身体开始微微发热 尤其是双脚至腿部 血液好像都在快速地运转 适应并习惯了这种理疗理念 任何季节 任何环境 都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这种康健疗法 比如在寒冷的冬季 红书就会赤脚走载 through the burning hot sand fight through the darkness I'll love you until the end 每次踩完十字路 在草坪上进步走一走也是很重要的 双脚踩在松软的草坪上 会让身心很快平和放松下来 红书在告诉大家一个如何用简单的呼吸吐纳方法 快速使自己焦虑的心情平和下来 像红书这样垂直做好 双肩放松 双手可轻松地放在双腿上 或双手护对 舌尖处于放松状态 平治于下额 先用鼻子吸气 吸气过程持续五秒 你会感觉到胸腔扩大了一倍 然后臂气停顿五秒 五秒后 分四次用嘴将气呼出 每次呼气时随之发出鱼的声音 而且要每次吐气之间间隔两秒 然后再停顿五秒 再吸气 这样循环往复四次 当做到要打哈气了 这种方法就做对了 也达到了放松心态的效果 洪叔祝大家健康快乐